剛才我們講解了送外賣和飲食方面的朋友的辛酸 我們是不是拆解一下男人如何深一字馬 對,而最後是拆解不到的 因為男人深一字馬是一個很深的課題 現實中可以深一字馬的心才可以開 不是,是你的心可以深一字馬 我簡直問過一個填詞人 她一笑你過了她的心想 那你意會了甚麼 我曾經覺得你年輕人未到的境界 你無法解決她 我曾經跟她共事過一小時間 然後偷雞去問問她 原來是Thomas 原來是一字馬來作的 是怎樣作的 然後她看著我 然後就走走了,拿著她的暖水杯 對,然後她心裡背後有一句就是 遺世所迫,人在江湖 或者是被你想到嗎?就不是周禮謀 就是了,如果被你想到 我還用一字馬 對嗎? 說出來做事 有時候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為甚麼會這樣? 因為有很多平時我們上網看節目 例如你上連登 久不時一定會有些朋友 說自己多少稅 賺多少錢 這樣是不是正常 很多 我經常覺得這個問題是很搞笑的 證明香港現在的薪酬制度 其實是嚴重欠缺透明 那這一向都是 對 但你想想到今時今日 香港這麼多這些中介平台 國人名碼實家 原者上吊的時候 竟然還是一個這麼封閉的狀態 其實也是很慘的 因為她覺得那些數據平台 可能都是參考多 還有可能拉過圈 那些其實不真實 當然是問一些社會大眾的forum 但你一元下雨 那些例子得實在 但你又相信那些是真的 這下才是天真 你明白嗎? 你這麼多東西不問 專家不問你出街問 等如你留案去問問米 就是這樣 好,然後我就說 這個經常都上網 我們會見到一些小朋友 問人家 這個月賺多少錢 多少歲 正不正常之類 但除了這個之外 很多時候有些朋友 大家識於微時 小學、中學、大學的時候是朋友 但出來工作 隔了一段時間見面 可能大家走的道路不一樣 有些可能投身了飲食界 有些可能投身了金融界 有些可能投身了傳媒 之如此類 然後大家都會平時說一下自己的職位 工作之如此類 最近有一個朋友放在網上 就說有一次和畢業了幾年的同學 有些就直接找到幾好的收入 甚至乎已經住在一些俗稱的豪宅 但大家看自己 仍然是政府文書主任 月薪只有16000元 不禁感到自卑 形容當晚整頓飯 在大家一路談談的當中 他是強顏歡笑 甚至乎考慮日後會否繼續出席同學聚會 這個人大概多少歲 整段是這樣的 就說有十多名中學同學吃飯聚會 說到大家畢業之後的發展 然後他就說自己和其他同學 大學畢業之後大概兩年 即預計應該是24至25度 言談之間就說至少八個人都已經找到工作 月薪三萬元以上 生活水平令人羨慕 我都不吃那頓飯了 因為我都吃不到 真的會有這麼大的抗拒 我覺得不是 你聽了幾個字已經嘩 不是 如果墮入那個角色 因為那個差距 那個數字太大 人家是我的一倍 然後可能你就會 因為未必會直接說薪 但可能他講到他的生活 他又做些什麼 他又做些什麼 國樂小生物就是這些 但反映到他跟同學以前 可能朋友的程度 其實不是很深入 因為我想起自己 我現在到今時今日 都跟我的中學同學 精神性的保持聯絡 有聚會 中間我做舊電台 逃亡到死的時候 就斷過幾年陳 沒辦法 但是再見方面 就是在說一件事 大家一段時間 我想那三四年 是沒有見過 然後之後 原來有個群組 就加入一個WhatsApp群 然後再選一件 我們連群組也沒有 我沒有 即是中學完結後 我好像消失於人世間 因為其實你也知道我朋友多 其實我中學也是 我真的 我中學是有四班朋友 他叫做交際科 真的交際科 我中學是有四班朋友 有一班是打球朋友 有一班是科外活動朋友 有一班是真心同班同學朋友 有兩班真心朋友 由於我以前中學的時候 是拍拖 有一班就是我跟女朋友 那班真心朋友 有一班就是我自己的兄弟 真心朋友 那種 兩班都是朋友 兩班都有見面 但多見真的是自己的那班兄弟 幾年沒有見過 沒有聯絡 沒有在群組成 再見面的時候 其實不會沒有話題 說回以前 在中學的時候 炸Physic Lab 也又說一晚 每一次說 這些課題是每一次都說 但真的很開心 每一次都說到我 我在中學那班朋友 經常被他們挖苦、串、欺凌 那一個 他們依然都會欺凌我 不會給我面子 現在是甚麼身份 都是的 有時候在朋友裡 你有一個既定的角色之後 就算你多大 你都會繼續做那個角色 而你又不抗拒 又很開心 因為你會習慣了那個舒服 以前的相處 你見面是中學時期的你 有些說話 你跟他們溝通 所以課題就是 這個朋友出來 他們可能是 在說NFT 在說比特幣 炒得多厲害 我早兩年加入了ETC 然後現在在富朗頓達 可能這些課題不懂 那你就去學一下 或者了解一下 或者他不會全晚都是這樣說的 大家都一定會說一下以前 就算現在生活也好 大家有對比也好 都沒事的 大家不會 適於微時的狀態 是不會有這種介意的 因為大家都有讀到 李天命的思路的藝術 知道嗎 你們就會找到話題 因為真的 這個譬如剛才方龍說的 都是我經歷的畫面 有些中學朋友 你很熟 帶過了出來 譬如我自己的學校出來 那些人通常都傾向 是去做一些財金工作 或者是一些專業工作 少一些從事傳媒行業 我自己就是其中一份事 但每一次見面的時候 其實反而是我們會很開心 因為他在說他那一行 他看到的畫面 我們聽完 我們是覺得我學了很多東西 或者我看到一些我正在看的東西 究竟其實背後是什麼 因為我們可能只是看到 他現在對著社會的現象 但原來是你們這些傢伙做出來 究竟你們這些傢伙 其實剛才後面在想什麼 當然你可以知道多一點 我覺得是開心 所以剛才一開始說的那件事是對的 他應該跟那些人不是最友善 而且我聽得他寫得出這些東西 我先撇除他是假的 就是隨便做的內容 但如果他是真的 他本身的人都可能比較 自卑一點 自卑一點 或者內向一點 不要說自卑一點 他內向一點 然後就說他跟朋友聊天 你想想那八個人 可能十多人在一起 然後他有一些做銀行的MT 然後有一些叫JREOfficer 叫政府主任級 其他有做醫護 之類之類的東西 你想想一說這些 他們很討厭 即是有些行業 他們有些懶有型的英文字 JSC 你聽不明白說什麼 對 我們的RVP和JSC 加上就是ORG 他… 什麼 什麼 我那次拿貨的MOP 真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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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margin point在那裡 如果在這個位置的時候 應該是要扮明 還是要虛心地問究竟是什麼 讓我融入了 你真心地問 不用虛心地問 你說什麼 你真心朋友的話 不要說這些 你還是要說清楚一點 一定交集粗口 對 那FGC是什麼 然後他會不會講解 對 你講解的時候 你就問 其實我們習慣了 你就當作做訪問 你不懂就問 不懂就沒事 對嗎? 這些人會覺得 都很開心 但他就說 自己覺得 為朋友每個都賺三萬多個月 自己就好像很乞丐 只有16,000元 覺得很自卑 然後考慮 應否出席同學聚會 以免同類型的尷尬情況 受傷 以免再次發生 但我就說 你越這樣避 你的差距只會越遠 越來越大 你其實有這些情況 難得有這些朋友 你當然要學習 好了 你16,000元 你就了解一下 真心的 我以前不懂投資 不喜歡投資 我自己本人 完全不敢 賣什麼 而且覺得那個市場 不屬於自己的市場 不是自己熟悉的東西 但漸漸大了 而且發現 尤其是疫情 令我發現 原來真的要有個前旁 我以前賺多少 花多少 當然 疫情的時候 就想發現 會真的兜了 我們很厲害 一元當十元 很厲害 將這件事兜了 你當自己用十元 你別問自己 但你的袋子裡 拿不出來 別管 別管 就是會有這樣的神奇 對 五餅二餘 聽過沒有 有的 有的 你可以有神職 到近年 那些股票 什麼 甚至現在最流行的 幣市場 是 NFT 買中 坐著等收錢 我的朋友 很多 開始玩的時候 都說 你試一下 現在很簡單 因為入門欄低 五個水 你也可以 你便扔五個水 幸好的 你變五千 不幸的 你便當沒了五個水 以前我覺得 股票市場 不是 走走走走幾萬幾萬 真的沒有 不是我們玩的 原來有些投資 不是說薄 你放五百 你變六百 你也覺得有趣 不是鼓勵大家 炒賣投機 純粹是圈子裡 有這個時候 你不喜歡的 你可以轉話題 但是剛才 賓仔說的 就是 你面對一班高收入的同學 那是你的同學 你以前的好朋友 你可以不齒下文 你可以真的跟他們聊 然後你去學習 到你有機會 可以學習到他們的能力 或者了解到那個trend的時候 你自己也有提升 是這樣的 同學最不介意的 是什麼 簡單來說 以前都是他借功課你抄的 或者你借給他 對 你借給他抄 那個道理就是 大家不介意share 那個狀態 尤其同學 真的同學 是特別不介意share 因為我的那些 沒有背分分 很平等的 我的中學群組 最多就是那些色情相 當然 不用問 有多不介意share 對嗎 美女的有些 自己知道當然是收起來 不是的 他們很喜歡的 大家都很喜歡share 美的又share給你 很噁心 很重口味 又share給你 那些密集恐懼症 看完會起底皮 都share給你的 你有這些group 你應該好好跟他們交通 很幸福 如果你有這班人 其實 我明白你們說那個正向 或者他應該要轉化自己的 這班朋友 但我也很理解他的心情 就是 為何會出現那些 那麼多post 在問多少稅 拿多少人工 是不是正常 因為其實有時候 你年紀是一個很大的參考指標 你覺得我多少歲 就要結婚 現在大家都是同學的時候 你的人工 是我的一倍 那我何時才追到你這個速度 這100更多精彩節目 等待大家 足本重溫 聲音下載服務 年費1000元 請即訂購支持